其實打這也會緊張 這個蠻晉升的一個球 王衛勇要注意 這蠻晉升的 江桂宇現在是中信之寶 阿鳥 就從阿坤的眼前飛了過去 人生跑馬燈都出現 這要是砸到的話 晉升危險球 王衛勇可能今天走不出新裝棒球場 晉升危險球 哎呀 真的砸到了 阿坤可能也會多少有情緒 前面直球已經很危險了 最後這顆變化球又打到了江桂宇的身上 前面我才講 這好險是一顆變化球 只要是直球的話 這個我相信 王衛勇今天真的會很難走出自家的主場 當然自家的子弟兵被這樣子丟中 總教練彭正銘也會有不開心的情緒 會有情緒 一定會有 不過這個在出生球 在棒球裡面是 還是算是蠻常見的 但是范國城很快的就過來跟他經典賽的隊友 阿坤 我說不好意思 對 環核一下情緒 真的好險是變化球 我看得出來其實江桂宇有在壓抑住他的情緒了 那現在要再次換頭了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這棒帶到右半邊打得非常的高 來看一下王衛成要賺錢了 一萬塊直接入袋 哇 在一好三彎的情況之下 這一球應該又是被Jordan給接到了 對沒錯 比賽一開始 中信兄弟的隊長王衛成 紅出了本季的第二發全雷打 哇 那委員有得發威了 這球仰角王衛成帶得非常的高 沒錯 這也是林紫薇在紀念球季被打的第一發全雷打 上一次挨轟是在去年9月22號 當時是深浩維打的 那威成也在這個家人們的面前開轟 因為他自己是花蓮子弟 來看一下從桌從桌 適逢現在的訴求有稍微在高的位置 那因為是三外球了嘛 所以打擊者比較容易設定這樣的球路來攻擊 江國宇最棒掃得很高 在左半邊來看一下 back to back開轟 兩半顆啊 江國宇本季的第二發全雷打 中信兄弟的雙核彈頭 一右一左 在比賽的一開始就響起了戰曲啊 連續的兩發全雷打 讓中信取得2比0的領先了 好 這個棒球真的很難講 兩棒都全在打 昨天打的九局沒有一棒打出去 今天直接一次一口氣就 讓大家看到兩發煙火 要先拿出局數 還是高的位置 這跟威成那個球是很類似的 這兩棒真的好不客氣 第一局中信就先賺2萬了